右手紧握鐵餅 緊盯著前方快速旋轉後直出 選手發出了激烈的喊聲 剛拿下11號男子牽球冠軍的馬浩瑋 12號挑戰鐵餅成績同樣亮眼 直出45米57 希望為接下來的全大運備戰 我對鐵餅還是一樣 就是保持 就用我基本的身體 用我僅有的記憶再去丟它 因為它現在不是我的主象 我也沒有特別常練習 那我都把中心放在牽球上面 所以今天的鐵餅算是 算大運會全國大專運動會前的熱身 另一天跑道上正在進行的是 高中男子組1500公尺的決賽 最後是由新北高中的 李明哲拿下冠軍 曾跑出3分59秒86的他 似乎不是很滿意這次成績 希望全中運前能夠持續挑戰 有所突破 同時規劃未來的求學路 全中運的時候想會突破3分59 今天沒有突破4分01 就盡力跑就對了 等全中運完吧 再想要上什麼大學 新北市全國青年碑田競錦標賽 從11號開始1連5天在板橋體育場進行 吸引了全國填賽競賽好手齊聚同場較勁 希望能拼出自己的最佳成績 人事新聞21故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